台北市长的选情方面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推出了新的广告里面讽刺说 如果让柯文哲当选2015年的台北会发生各式各样荒谬的现象 这个影片一PO上去网友到处都在批评马上被检举下架了 而民进党中央也推出全国性广告呼吁大家勇于改变 年轻上班族正妹发现最常搭的公车被取消路线 想在路边拦计乘车发现车子怎么都不停 现在台北车位这么难找 柯P还把5000个停车位拿去坐地车车的后车点 我拿来开车出门了 之前问我好不好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推出最新广告 预言柯文哲当选市长后2015年的台北生活 宋罗柯P曾提出的市政见解 国民党警告明天过后 如果是这样还要投给柯文哲吗 广告推出网路批评排山倒海还被检举被迫下架 爱抹黑啊 是攻击对方 有差一点点味道 他只是一面的在针对柯文哲做一些仿佛 我觉得那个只是大家互相抹黑 选战倒数即时 广告全力催下去 国民党天天推广告 民进党也打出改变牌 我们在地方努力 做出更好的成绩 就是要向全国证明 民进党有更好的执政能力 我相信执政有成绩 执政有能力的政党 他的候选人就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那相较于国民党没有政绩 执政成绩不好 那他们就只能打恐吓牌 强调绿色执政 品质保证蓝绿广告大战 从主流媒体到广告 比财力 比创意 记者王起兵 陈生贸 蔡英方 台北新闹报道 和其他女生 记者王起兵 应该回党 倒心